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家国生活 和周四晚播出的地产环节 今晚我们的嘉宾比较单薄 因为我们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如果有太多嘉宾我怕不接 当然照常有我们的时事评论人阿力 还有我们的老友Connor Stone、Johnson 阿力做了一些片源 就是说温哥华其中一个名人 对于解决住家留意的一些意见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阿力,我们的视频准备 我去分享一下 简单介绍 这位Tone Chen就在温哥华 他在1990年和1997年 就是那段期间做城市公司 而他在1993至1997年 他有个党去主持着温哥华 他们就大多数政府 所以他是sort of like a chair 或者是city mayor的 role 那听下他讲的方法 他做的再做一个 做一个是用香港的讯息 他用香港的总部发展 是有机会可以发展 或是有利于他们發展 你要向香港的廉租屋 供应方面 可以有效的策略一起去协调 這是第一件事要做到的 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件事的時候 任我們在那裡講到這麼千塊龍鳳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用途的 這是第一點 好了 第二件了 希臣說得很好 就是說這是一個供求的問題 好了 求 我們剛才說了 很簡單 因為是移民來未知之數 但是在其他的 比如人口組合 家庭組合 人口增長率 這個是知道的 你應該看回我們那個census 每年那個 就知道究竟是有多少人 現在是什麼年紀 五年之後 多少人變大了 結婚 有多少人會結婚 他們找屋住 有多少人有什麼 結婚之後有多少個小孩 大概會住在哪裡 這個呢 是可以很有條理的 去猜到將來有多少 有這樣的報告的時候 就可以做了 所以聯邦 省政府 哪些省政府 已經規定了 在2024年 最遲2024年 每一個城市都要做一個房屋需求報告出來的 做了這個報告出來 就知道究竟每個城市裡面 是會有多少人口的增長和房屋的需求 每五年之後就做一次 那變成有數據嘛 我們解決問題 如果沒有數據 沒有實質的數據的時候 就憑空在那裡說 是沒有用的嘛 這個就有個數據了 好了 另外呢 當然我剛才說的就是移民 還有在第二個省份搬進來 你也猜到 因為如果看Statistic BC 每年都有一個報告出來 就說省與省之間有多少人移民進來 那這個 好了 在球那邊我們說了 在宮那邊呢 宮那邊呢 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說 將那個密度增加 此話何來 你看回溫哥華市 Richmond市 整個大溫哥華呢 還有很多很多人住在每一間房屋 就只有一塊土地 他們的建築比例呢 是0.4或者0.6之間的 就是說 我100呎的地呢 其實那個建築的地方 應該只有40呎 是建屋的而已 其他那些是草地來的 那這件事呢 根本就沒有可能 在這個人口密度增加 就是人口一直在旁邊擴張的時候增加的 那變成現在呢 就一直在旁邊擴張了 好像在Ontario那邊呢 就一直在旁邊擴張 一直在旁邊擴張 好了 在旁邊擴張的時候呢 變成你要多建很多基建了 建一些高速公路了 這個污染在旁邊 每個人開車的時候塞車 你花了時間很多 浪費了很多時間 好了 那你如果說要建這個 剛才我忘記哪位 第二的就是說 我建多一些鐵路啦 建多一些公路啦 建多一些地鐵啦 或者這個Sky Train天車 但是不要忘記一件事 所有那些高速公路 你一定要有密度來的支持 為什麼不把市政府 現時有的地方 是把所有地方的密度增加呢 由一個每一個單人的 將它去到這個12 好像這個West End那樣 一邊陷入高樓大廈 那很容易啦 那就解決了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經常都是 有那個叫做 re-zoning process 那個re-zoning 就是說住在那裡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當然是 我住在那裡 喂 你不要再站在我旁邊啦 這裡經常都說 Nimbian not in my backyard 有些制度站在那裡 不要在我家裡站在那裡 因為太吵了 那現在還有一些 叫做banana 你懂得叫什麼 banana就是 bill absolutely nothing anywhere near anybody 總之我來的就是 我來的就是 你不讓你建屋的 密度不高 那你怎麼解決問題呢 怎麼解決這個 供應的問題呢 那這些東西要解決 而且供應的時候 變成說 除了要密度升高之外 也都要剛才在Paris說到那一次 think outside the box 那你去看一下 Wingaway 那我就 我在這裡停了它 它說的那裡 就會拖到很長 那它所謂think outside the box 就說其實呢 就是在那個land的用途那裡解決 譬如說industrial land 那它就re-zone 就是給它做 或者就是其他用地 那另外有些office 在Wingaway 當時可能有一些office grow得太快 突然間set back的時候 就不知道怎麼用 那它就把整些office 好像1.5 million的office 轉了做residencial 那樣一次過 那用這些方法 嗯 那其實Johnson你聽完呢 他講的話 不是沒有道理 但是其實 是不是很有challenge 講就容易 講就天下無敵 是不是這樣 就是 當然在那個執行那裡 絕對是有問題 這樣 不過他第一個論點 他講的話 就是一定要這個 在這個商界來講 是要推動 一定要給足夠的incentive ok 因為現在不是政府 政府就沒有錢 我們講過很多次 就是有心就無力 因為最重要是有沒有錢 所以一定要跟商界那邊 令到商界見到那個的機會 令到它是可以投放 而會願意投放資源下去 這個就是第一 所以他講得 Tone Chen說得很對 就是解決了 解決了用什麼 去引導那些發展商 引導那些資金 不要說發展商 那些資金 無論是基金好還是什麼 那些資金 一定要 channel 去到這種房屋去做發展 這個就是第一 這個絕對是有道理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雞和雞蛋 就是剛才他也有觸碰過 就是說你要做很多東西 或者是需要投放你說 建基建 建道路 建鐵路 這些東西全部是一個很投 初期是要投放很多的投資下去 那個回報是要很長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難的 還有在政府 一定要三級政府 才可以一起攜手 才可以做到的 這樣 但是多人多 有沒有基建的project 絕對有 這個是不是說 是 就是over night 就可以解決到 絕對不是 你看看我們的 Eckland Cross Town 這麼多年 現在好像在入直路了 不過突然間 那又好像有一點點 倒落地 然後又要再拖多12個月 不等 不過終於都會發生的 那其實就應該是 用剛才所提及的那些 就是說 我們有了一個Eckland Cross 舉個例子 Eckland Cross 我們現在 在大多人多海 會有一個Ontario Line 我們 其實政府已經做了很多東西 OK 這樣 那個密度要加多些 就絕對是的 幾樣東西要做的 第一樣就是 我們有了一個Ontario Line 然後 政府現在已經是 後子後角 已經開始做很多事情 就是在每一個 Station 那裏 開始 規劃 鄰近那裏 不但政府會說 我現在建一個 Station 而這個 Station 就比較帥 就沒有Eckland Cross 那些這麼簡陋的 Eckland Cross 那裏 你現在駕車去Eckland 那裏看看 那裏 你便會說 花了多少個億 30個億 不是吧 那你看看 真是 講得壞些 哇 跟元朗那些 這樣的 輕鐵差不多 同一個技術 不過說的是20年前 這樣真的是 有跌散頸 不過 好過沒有 我們其實在大多人島 需要做什麼 既然我們已經有了 這樣的事情 要在 現在Eckland Cross 有這個 Infrastructure 其他那些 intersecting Street 要盡量加那些密度 那其實應該要做什麼 就開始想 說那個 Intermodal 就是 我們駕車的人 就不會這樣想法 不過你其實 平心靜氣想 或者我是 乘巴士駕駛到一個輕鐵 而我那個車程 是在十分鐘之內的 OK 然後我加那個密度 在沿著 例如你說 Walden也好 Farmistry也好 幾條大 在多倫多的東邊那裏 或者西邊 全部North South那些行車 那些主幹線 加一些密度 那現在密度說的是什麼 就是由一些 舊些的樓 因為很多是那些 Single Detached 你容許那些發展商 是可以一個 Fast Track的 Application Process 去令到它可以 收樓 然後再加 你說那個FSI 我不要去到太高 OK 2點幾 至少我可以 縮短個時間 然後我 興建會快些 還有我投放的錢 會是少些 會是加速的 那這些其實在哪裏見到呢 在西岸 溫哥華的朋友 絕對會認同 就是不論在Richmond Burnaby 很多不同的社區 都是經歷過這個過程 就建過Town House 或者是四層高的 五層高的 還有 在溫哥華 他們那個 Lumber construction 去的容許 是走前線過 我們安省的 他們容許用木 起的Mid Rise 是高 比我們這裏 所以我那個打地基 倒紅毛泥 我用High Strength Lumber 我用Reinforce 是那個建築 那個Style 是廣闊很多的 那這個就會令到我們是可以 真的有效地可以提供到 因為其實或者 或者遠遠其實都是同一班的發展商 你很難改到那個局面的 你說不是說它是黑商作業 不過因為他們做的 去做開一個週期是五年六年 我建一個四十層高 三十幾層高 五十層高 八十層高 是有那些的建築商 不過你要推動更多那個供應 因為那個需求 我剛才說了就是 需求你是可以客觀 無論是Fuel個Sensus 或者你Fuel 就是了解你的區 那些人口的老化 或者成長的那個Modeling 可以知道他們在哪裏 還有看回那個就業 這樣 你可以Model到那個Density 應該那個Demand在哪裏 不過遠遠不是那個Demand的問題 是那個Supply OK 遠遠都是那個Supply 我怎樣可以提供多一個Supply 這樣經常都是Rely on Tridel 或者Rely on Concord 或者Rely on Great Golf 那幾個數來所有的那幾個大的發展商 去提供那個供應 絕對是不夠的 這樣應該是要中小型的發展商 那中小型的發展商 或者你要那個申請是要五年六年的 你鬥長命 他們是沒有那麼 那個視野沒有那麼長 那所以你要那個遊戲 那個規則是要改 是令到那些中小型的 可能他們現在做開是Custom Homes 他們可以很快轉型到 看到有個商機說 OK 我做開Custom Homes 我在建築那裏 已經有那個 expertise 那我都是做一個Snap 然後就用木鬥出來 我鬥一個兩層高的三層高的 我鬥多一層的四層高 我就可以Strader 這樣就做那些Sack Towns 然後我的地 我買兩個Lot 三個Lot 我就可以馬上Fast Track 就可以入到申請 就可以拿一批 那OK 我和我做一個Custom Homes 差不多 我做Custom Homes 就只是給一戶人住 我最多就做那個Lane Housing 那我還可以做到什麼 做一個Sank Dairy Suite 我都是只有三戶人 不過這個是我可以改變的局面 是有系統 有控制 還有最重要就是 這個遊戲會容許更多些人去參與 就是在商界或者政策他們那裡 就是他們沒有想到 哪些人來和我玩 哪些人去和我實行這個夢想 或者永遠都是找回那幫人的 那這個你是改不了 因為在一個發展商 他們可能真的在Economical Scale 我做一個40層高的 我都是請那麼多人在這個公司的 那我做一個Go for Dancing 他們不會玩那些 就是我們說 Missing Middle 低密度那些 他們不會玩那些 那哪些人玩那些呢 現在就是沒有什麼人去玩 因為或者去玩 我那個Application Process 那個時間都是一樣的 我不會說 我有一個特別快一點的 我依然要投放那麼多的時間 我依然要等那麼久 不過我的利潤 我都要蓋四五六十個單位 十二個單位 十六個單位 那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他說 OK 我要是要做回我現在Custom Home 做Infile 那OK 我都賺到錢了 都養了頭價 我會不會去想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不會的 因為我那個回報 不值得去投放等三年四年 所以去做一個低密度 不過他就說 我這個有個Fast Track的 你想找快一點的 低密度的 你肯玩這個 在這個圈子 這個Sandbox裡玩的 那你便走過來這裡玩 你喜歡做大事的 你便做大事 不過大事就 浪資錢和時間 那你大閘去做那些 那你整個市場 是百花齊放 每個人都找到他們自己的生存空間 因為這個就是由一個商界 才會體會到這個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會做這件事 我為什麼會專門去做這個 這樣的生存 在玩這種的中低密度 就是因為快 我那個家族 或者我那些夥伴要 我的回報是要一年半兩年 這樣就要回一回 OK 我不可以等五六年 因為我真的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沒有這樣的investment horizon 或者這樣的 我不如做其他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遊戲規則 要改一改 令到你可以引入其他人 這樣就可以做到 剛才所說的 我那個的公認 是可以有一個突破在那裡 但是我覺得都不容易 好像之前我剛才說 以前Therryon Therryon Therryon 現在在申請Therryon 一年之前 有一間 一個委員會出來 去通過它 才可以拿Therryon 但是有一些 的經驗 告訴我 最近 我發了 這麼多的電郵 在兩個月 是沒有人回覆給我的 我沒有了這裏 我申請了Therryon 拿到Therryon 我就不可以 開設計 這裏我們 有這麼多的聲音 叫你減少一些 突然加多了一個 有難度和拖慢了的 部門在這裏 阻止了一些 去快些去開工 那 反過來我都完全 不理解 就是理解不了 他們的邏輯在哪裏 雖然說是 你創造就業 但是創造就業 可以在Planet Department 加多些人 批快些 那都是創造就業的 是不是 那這個其實是幾樣的 為什麼會有一個 現在Joseph你所說的 那個HECRA 那個Housing Construction Regulation Authority Regulation Authority HECRA 他們為什麼會成 就是因為有幾個 過往是有幾個大型的樓盤 倒閉 OK 是cancel了 是爛尾盤 因爲這樣 所以說那個監管 好像是不夠完善 所以因爲這樣 去平息市民的擔憂 就說最好 那時候全部的戰靶 都是對著Terryon 說你們太鬆手 有幾個發展商 走來入申請的 你都批的 你有沒有真的 有沒有真的 很嚴謹去審核 他們的application 你有沒有真的 很嚴謹去看呢 所以 因爲是 under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才要成立一個 新的委員 新的部門 新的公司 新的公營 那個的機構 在那裏 那所以 全部上任那幫人的 你猜不知道前科 是發生過什麼事嗎 那所以 他們一定會謹慎 他還想出事嗎 當然不想 那所以 起碼不要人指說 HECA現在很快批倒 當然不行 所以寧願慢都不會快 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 班底 那你也要學會 他怎樣做這些事嗎 那所以 他們又不是說 都堆了全部以前 前任Terryon 那些的 他以前 就有一堆 大MASA 就是負責 去跟那些applicants 去開會 去談的 OK 那就有 好像那時候 好像四五個就有的 那四五個 是不是用回那幫人 又不是 那所以 一定新人新作風 那我就說 OK 包括要這樣做的 我就不是這樣 我就要先看一下 看完 然後再做個面試 做完那個面試 我一定會挑剔說 你有些報告還沒夠的 那我一定要 要求多些事情 要求多些事情的 又審核你的背景 又做這些事情 這樣 最重要是什麼呢 我不要說 我不要出錯 我不要被人會指責說 你批得太快 會不會 在HQR 這個管轄之下 會不會有 同一樣的以前發生 那些計劃去爭尾 或者去做什麼 都會發生的 都會發生的 因為這個說 cancellation 或者是 那些 不負責任的發展商 他們其實是因爲 他們那個利潤 發覺或者cancell the project 我可以賺更多的錢 或者我賣的時候 賣得太快 就發覺我那個成本 漲得太快 我那個利潤 不是說我賺不到錢 他們會憑慮說 我現在那個地已經升了 我做要等多三四年 然後我才做個交吉 然後我才拿些錢的 我要等多四年 我現在 十勝賣了個地皮 我還賺多些錢 為什麼不 再商言商 可能我都會這樣做 所以我不是說 我想不負責任 不過我最重要 就是對自己負責任 所以我對自己負責任 在這樣的rational being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是要cancell的 因為我自己 我要等多我都是賺一元的 我現在就要賺一元 我為什麼要等多四年 time value of money 我都已經虧了 所以這個 再商言商是完全合理的 所以這個是 我不是說 Hikra 或者任何 Therion 還是誰 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是絕對會的 因為你在那個 Rising cost 全部 opportunity cost 整個paradigm 都在不斷在改 的時候 是分分鐘 會有這樣的情況 出現的 所以我不是說 Hikra 會是不好 不過他們 新人 新作風 他們要慢一點做事 這個是理所當然 不過Joseph 說得對 就是這樣 就 使得整個過程 更加拖慢了 Hikra 是city的層面 還是provincial層面 是provincial 即是回答Therion的關鍵 OK 那沒有辦法 因為那時候 那些人在那裡 Therion 就說他太鬆 又說他沒有監管 總之 Therion 都很慘 什麼都關他的事 總之有什麼投訴 那些發展商 這樣 背本無歸 我投資了 買了一個condo 然後六年後 就收了一封信 我拿回那些錢回來 不過呢 就這樣 我怎樣 我怎樣 六年前的樓的價錢 和今時今日的價錢 我現在買不到東西 這樣 你怎麼賠給我 那誰賠給你 沒有辦法 這個是challenge 另外 City其實都很大的challenge 那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呢 所有 就是歸根究底 都是 樓宇公園在說 Density Emancipal 有100%可以控制到 這件事 OK 那所以呢 就是 Kismay 就說 上一屆 曾經 選過Toronto市長 前任的Toronto市長 Toronto市長 就跟麥爾本有一點點不同 麥爾本怎樣解決呢 他就去買那些 Major Intersection 因為他帶過 太多detached house 那所以那些大街 Major Intersection 政府就買回來 那之後呢 就在那裡建大廈 那另外呢 另外呢 就是另外一些方法呢 就是那些小的 其中一些detached 的area 呢 有些老化了 那你可以呢 就是可以 可以 幫助它重建 那City of Toronto 其實就是 大家都很清楚 十幾二十年前 已經開始 看到很多 monster homes 那當然 那是純粹 過人利潤的 的做法 那當然 City by Lock 可以做得好些 譬如說一個 一個套 可以 變兩三間屋 三四間屋 都可以的 這個純粹 是City 可以控制到的 那我簡單說呢 這裏不同的 那麼多的bubble 每一個都是有個plan 那或者我簡單粗略 講一下一個 就是我比較熟悉的plan 就是這個是 Toronto Downtown 這個就是叫做什麼 Water Fund Revitalization 那是2005年 那你看到 這個 湖濱 可以見到 那個skyline 就是這樣了 但是在十年之後 十年之後 那個skyline 很大改變了 那這個就是增加 多些高樓大廈 增加density 的其中一種方法 那當然這裏就是 不僅是office building 在downtown 那大家看到 residencial 2011年是19萬 但是去到2041年 他們project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去到 44 47萬 OK 那之後 employment 大家看到 43萬 去到 85萬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他們 在city point of view 就是怎樣 plan 那city growth 那見到呢 就紅 這裏有不同的密度 了 紅色的那些 應該是spadina concord 那個area 甚至乎是group and male 以前在Gorda重建 那些 密度比較高的 那跟著呢 在這個 side walk 那邊 那邊 接著 Portland那邊 也都有相對的密度 那這就是發展的空間 那其實呢 就是 每一個area 都會有它不同的做法的 那你可以見到呢 就其實呢 如果我沒有看錯 那這裏 這裏的diagram 可以見到 這個是由West 望去East的CN Tower 嗯 我們現在看到這裏呢 是很大大的地 那些地呢 就是還未 develop的 那而且on the south side 這條橋呢 就是拍不到 在它後面呢 是以前呢 就是有部分呢 就是那些車 就是那些go train 那些車廠 那些車廠 很大大的area 其實可以呢 它們可以就是 將那些area 適量的運用的 那這個就是 只不過是down town waterfront revitalization 其中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plan 那它 在那個bridge 喂 在那個bridge的右手邊 那裏就是concord的那些樓來的 是啊 是啊 這個就是他們做那個 那個行人天橋 那個bridge 也都是就是 將來很大density 增加的地方 這些 Groben Mill 都差不多在這裏 差不多 你現在的cursor 這個位置就是 那個dwell 對啦 對啦 中間那條橋 就是spadana 那所以見到 City of Toronto 的做法呢 它不是說 整體上說 全面 到達都加density 它用sort gun approach 看哪個area 可以 develop 那它是 develop 那適逢旗會呢 Ryerson呢 就說 其實 Ellington Crosstown 那裏呢 那裏呢 有少少做法呢 就可以take advantage 就是另外一種方法 Ellington Crosstown 剛才Johnson說 3個billion 其實那條數不是3個billion 它只是2010年那個 Dollar value 已經是5.3個billion 那有些人說即將 到最後搞定了 是12.5個billion的 但是那條數就是 就是這樣說 要final 怎樣出來 我都不知道 但是它是天文的數字 一天未埋單都不知道 是的 它是天文的數字 我講完這裡 我們可以聽一聽 繼續講 那他的想法呢 就是這個 在Ryerson出來的 他們有個Urban College Urban Planning College 那他說呢 其實就是 我們很多高樓大廈 還有很多detect house 中間那些town house 反而比較少 那他的理解就說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做一些 這個picture不行 就是他這裏 他說他這個高樓大廈 就是他那些高樓大廈 是一種方法 他比如說 同樣要做三百個unit 是不是 高樓大廈是一層的 但如果你分幾種的 譬如有些是四個story 三個story 有些stacktown hometown 幾個several construction 亦都可以做一些 而且就像Johnson所說的,這些是低一點的,那個建築的成本是低很多 也都回籠比較快,不像近到可能在五、六年才可以公布到 這些可以公布的程序會快很多,那這些就可以有效在這些森林那裡做 那他說Toronto其實有很多藍色的森林那些就是森林的地方 那其實很多地方都是detached area 那他做了一個area的圖案,這個應該就是Edmonton的上空 那大家看到其實很多地方是沒有什麼用到的,是可以best user 那這個可以就不做高樓大廈,可以做到這樣的small pocket的 這裏300個unit,可能那個acres多些,但是spacious些,但是都是個理想家園 而且那個回籠應該比較快一點 那不如我們停一停下半場繼續說,好嗎? OK,好 歡迎各位又來到我們家共生活地產環節的下半段 上半月我們說了一些溫哥華的成績的實例,就是怎樣可以增加那個supply 我們都是討論過一些東西,那下半場呢,我們都看看Toronto 我們現在自己本身有什麼事情,City的application 譬如說,在哪一區已經是有很多application進去了那個大圖 那我想有一個在這裏可以展示給我們看看 所以現在有什麼政府已經在做的事情,就要看清楚這個圖 其實就是我們昨天都商量過了,就是 Ellington Crosstown,就是如果搞定之後,它由這個位置,這個black creek 那麽上的area,那個mountainis,然後在這裏打橫過,經過陰界 那去到這個,Ellington and Don Mill,去到Ellington Square,然後再去到Kennedy 去到Kennedy,不是去到Kennedy Station 去到Kennedy Station,然後這裏呢,就是Ellington Square 這裏呢,就是IBM,是重點是private的地方 那所以有一個叫Don Mill Crossing 其實這裏好像,如果沒有記錯,已經有一些很高的階段在建 那它在做Land at Focus,意思是說那些Land怎麼用 那個地方其實是很漂亮的,很多Value 我剛才看到那個圖,都看得很漂亮 那裏呢,就是現在是很多工業用途的 那或者你走回去Ellington,在Laird,Ellington那裏全部 以前是很多工業用途的 那工業用途的,其實好像剛才說的 就是怎樣拿一些工業用途的 這樣,傳統的土地使用的Town Planning 就是說,我由農地,這樣是一個不同的用途 那我就要有些Buffer的,那我就有些工業用途 然後有些Light Industrial,然後Industrial 就是Transition去到一個Retail Retail,周圍就會有些低密度的住宅 低密度的住宅,然後越整越多人 那就開始起中高密度了 就像我們在電腦玩,SIM City 就類似這樣的情況 有一個中高密度的住宅 這個就可能將那些工業用途的東西 就變成其他東西了,是不是 這個就是接著的陰街 那所以整條Ellington 一旦有一個Ellington cross town之後 那就發覺,OK,我的Industrial 我就,其實Industrial 我就馬上改,我也不需要經過Retail 我就由Industrial 就改成一個Mixed Use 現在經常都很流行看到 我叫Mixed Use 我依然有Employment 那就是由政府那個層面 最重要的是,我全部都做了住宅 那我沒有Employment 那我怎樣去維持整個社區 這個是Balance 所以我一定要有些Mixed Use 一定有些購物 我一定要有些寫字流 我一定要有些不同的Usage 這樣其實俗稱就要大兜亂 OK 所以以前就有 這裏就是工作了 這裏就是工作了 這裏就是IBM那裏 這裏就是你的使用 你看回以前就 IBM以前就有一個 Primary的Employment 現在你看回Eckland Cross 很多的那裏 那裏全部是住宅來的 是嗎 他就說 他們整個 就是以前你所知 IBM、Celestica 那個全部都堆平了 是嗎?OK 沒了東西了 那之後就現在 Aston Richard就說 我現在會在Eckland Cross 一個很宏偉的整個社區 那我就會有高密度 再加高密度 又再加高密度 然後呢 在高密度之中 我就建一兩座的寫字樓 然後又再建高密度 又再高密度 又再高密度 剛剛現在推出一個 Crest 那就是一個 我想叫做Midrise 又不是說很高 10層高 10層高 那這個project 是有高 然後有些中 然後呢 就會插一些寫字樓 在那裡 這樣去四十幾個 acres 整個master plan 剛剛吸著 叫做有infrastructure 在那裡 那叫做近Dawn Valley 那然後 然後再北上少少少的 就是Shops and Don Mills 那所以是 整個發展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 我記得我很多年前做一個 就是 原初想著Don Mills 會有輕鐵的 哈哈哈哈 當然也有輕鐵啦 當然也有輕鐵啦 你也笑啦 不過你看回政府 Don Mills打動 我明白的 打動啊 因為那時候整個planning 就說OK 我那個excellent cross out 已經拍攝了 OK 已經集資了 已經 好像還沒有叫第二次 那個contribution OK 就是叫過一次的 這樣 就說 我做了那個East West 下一期呢 我就做North South 那我就會帶動這個 那這個當然是 是不會進行的啦 不過這個就是那個 那我就那個總裁 城市概念 就會這樣去辦 我有了廣го 其實剛剛提起 就是在Doll and Dodge 整個GTA 這樣應該做的就是我見到 就是看菜吃飯 我現在見到已經有這個 Infrastructure 耗子有多少錢 OK doesn't matter make the best use 我應該怎樣做 現在我怎樣可以叫做 你不要說再改寫整個 Planning Law 你只是用不同的很Specific 叫做Regional Specific那些的宿命 然後開始說OK 這裡我就再開一個新的Secondary Plan 就是一個Warden Warden的新的Secondary Plan 或者我在Victoria Park Victoria Park的Secondary Plan 就是可以的 Midland的Secondary Plan 就是你任何一個主幹線 去連接到可以插到下去 在Egling Cross Town的 就應該去開始說 我放寬那個土地使用 或者我放寬令到有多些人可以 我買幾個Lot回來 然後合併我就可以做到一個Townhouse Project 或者Townhouse都不夠高密度 我做Stats 或者我做六層高的 OK 或者我做八層高 都可以用Wood Frame做的 或者我不需要你一定要起Lip OK 或者要有Fiscal Barrier的 For Barrier Free Access的 Ground Floor 我全部Ground Floor的Unit 都是Berry Free Access 然後二樓三樓四樓五樓五樓七樓 就是現存的 那就可以了 是可以共存去做這樣的事情 去提供更多的供應 是嗎 10層和40層是否很大分別的 就是那個Construction 還是已經是Wood Frame 是多過七八層 你已經是Fondation要很小 不是 其實最複雜的就是你要掘地 你要掘多深 或者你是可以容許的 OK 甚至乎政府自己是很充滿矛盾的 我做一些Stat Towns 或者六層高 現在說八層高 政府會說 我需要你建多少停車位 停車位 你現在不是說要減那個污染嗎 不過政府另一個部門就說 不行 我一定要你建這麼多的 Visitor Parking 建這麼多東西 那你逼一些發展商說 OK 我一開始打算是 Stat One Grade 我不建Below Grade 或者我建半層Fondation就算了 你現在要我畫兩層高 每一層我畫下去就幾個Milk 那我再加兩層的 那那裡已經是一千萬沒有了 這樣 或者我要投放這樣的錢 這樣我當然會起高一些 那在Ecklington Along Ecklington Cross Town 你說我給少些停車位 不需要那麼多停車位 會不會的end result會好些呢 應該是這樣 因為在那些通過的交通過程 你可以設定的要求低一點 你說得對 不過你要看一下 做這個計劃的時候 做這個計劃的時候 做計劃的時候 知道自己市場的需要 你看看你跟哪一位政府部門在談 有些政府部門就會說 OK 我其實我很贊同 建少些Parking 不過呢 有另一個政府部門就說 不行喔 我們那個Sony 二十年前的Sony by Law 是說這個是要一對一的 所以我現在看著那個文字 就說你一定 你十個單位 我就要十個停車位 然後呢 四分之一的 proportion 就要訪客的停車位 其實很棒 City Council很簡單的 就是設定了 referm回來 如果你要reduce parking 可以 你做多些ABC 用這個方式 那你就是 勒索 因為 這不合理 你又想 你不要說 那麼傷的遊戲規則 就是不要說我勒索 不過說說 是 剛才用那個字眼很適合 就是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呢 就令到 我是 或者有很多 周邊的發展商 是想參與一個人 我都不敢的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你開大還是開小 因為那個遊戲規則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樣 其實 有時候跟一些 國內的發展商商商 就說 其實 在這裏玩房地產發展 真的很困難 因為我不知道 是開哪一發 我反而喜歡 在國內 就說 政府 會說明 我現在要做什麼 1234 說明 然後 你去執行就可以了 起碼 這個遊戲規則 是很鮮明 然後 是可以推動到經濟 它說明 我是要多少 我要做到什麼 要投放多少錢 全部 都放牌 這樣就容易做很多 你不用猜 一下 現在就是因為 這個遊戲規則實在太不清晰 那你就在猜 我應該有這樣的基建 我就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我就應該可以做到這個 不過 正式玩的時候 就說 原來不是這樣的 不過現在 在說 不是幾元入場 我是要買地 我要拼地 我要入申請 我未買到那些地 我可以入申請 我不可以試一下 沒得試 沒得試的 那或者你說 不如這樣 我現在容許一個新遊戲規則 就說 這些地不屬於你的 不過 你就可以 代那些業主 先進入申請 做一個 正式的申請 然後我知道 你肯批評我多少 OK 我自己知道 我可以做到什麼 我先去買地 不過政府 又不讓你這樣做 你要先買地 你沒有那個 屬於你 要有什麼申請 是不是 所以 雞和雞蛋 這個是 很充滿的 矛盾 就是 挺搞笑的 如果沒有記錯 Ellington Cross Town 那個大型的 project 就是那個 是在這裡附近的 Ellington Cross Town 不是剛才你說的那個 不是 再右邊 剛才你說的那個 IBM 是IBM 那個 OK 那 剛才我們說過 Ryzen 它說 這個 Missing Middle 可以做一些 小一點的 小一點的 不要那麼高的 就是 十層八層 或者三四層 那樣 跟著整個 整個 城市 那樣的 濃度 就會 沒有那麼高 但是 同時 也可以 那些 都可以 被 離開的 那個 是多了一些 因為可能 三層 都上去 三倍 那些 那些概念 在Ellington 你會覺得 那些建築者 會不會發展 還是它看到 在一個 進行階段 一定要 進行 市場已經說 錯的 進行階段 一定要高 所以 那樣東西 絕對是 沒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會不會 在Ellington 因為實在 太浪費子彈了 而且已經在 進行階段 已經花了 6億 沒有理由 就是 不是 你剛才說 12個Billion 在最後 就是 那條數 我現在還未知道 但是我講的是 2010年的價錢 就是 它可能要加 降低 或者其他 什麼 再有一個 最後的數目 那 就是 看樣子 City of Toronto 沒有理由 批評低濃度 就是 想都不用想 是沒有的 就是現在 我有些客人 在看 已經不是在 Ellington Ellington 那裡 你看到 Danforth Kingson Road Kingson Road 就是一個很 很重點的發展 因為那裡 是 主力都是 在右手邊 那裡 斜的那條路 就是 那裡 以前 就是一個 很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就是一個 主幹線 是的 那 不過呢 就隨著 其他的 地區發展 那 就已經 被人 離棄了 現在 現在 Dunson 可以在Ellington 那裡發展 但是其他的 我們 如果沒有記錯 看到那些 Yellow Spotton 就是 這些地方 很多 是有很多空間 那些 反而 就是 如果你有 小一點的 MASA 小一點的 建築者 那他 譬如買了 十個八個 單 然後 做一個 重建 變成 由 十個單位 變成 一百個 或者一百個單位 那那些 就絕對可以做 絕對可以在周圍那裡做 是 所以 那個是有 那個發展空間 是 應該是有 這樣的 發展 的立法 去推動 去做這些 所以 Ryson 可能你推動 那樣東西 不是一定是在Ellington 的 不過你看到 他展示的圖片就是在Ellington 他展示在Ellington 不過其實 就是一個 你任何的 Auxiliary Road 都應該是 就是其實那個 那個 Syncred 是要什麼 你要交通 叫做方便 不過 是不是 是Along 那個Primary PerEllington 或者是在那個 Subway線 不是的 應該是那個 Secondary 這樣講 DTC其實都很方便 DTC DTC 你看看你哪條線 有些是 30分鐘的Service 那些不行 就是 你一 就是 你錯過了巴士 你就要等半個小時 要走到隔壁街 你怎樣 你怎樣 你真的 你要上班的 你要上學的 你要做事的 剛剛錯過了 就錯過了 這樣是很難操作的 不過或者你那個Service 是去到15分鐘 那個Frequency到15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要協調 我在這一條路 舉個例 Kennedy已經是很繁忙 這樣找另一條街 我在這條街那裏 我就現在已經是有Bus TTC已經Service 我最多就是 OK 我在這裏 就容許你再加密度 蓋一些六層 八層高 蓋一些這樣的 然後隨著人口的增加 那我就可以有更多駕駛 我怎樣可以確定駕駛駛 就是 我不需要你一定要起停車位的 可能Service Parking 是很少 就已經是OK的 我而會批准你 總之在這條路 這個Stretch 在這條路 那我就已經會批准 好 好 我把所有東西都放掉 那我在那裏 已經是有一間屋 我知道 我現在這間屋 或者和鄰居 一起串謀 就說 我賣出去 你起碼就要 八五萬 你就要八五萬 OK 起碼有這個 這樣的共識 那不是很明顯 你從Gazette都出來說 OK Along一到我全部 就是 這些其實 Marcum都談過說 OK Along Highway 7 我就Moratorium 全部 我批准你多少 那上次沒有說過 那個新的Planning 在Marcum市那裏 是那個Signal Plan 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Along Highway 7 East North 我給你多少 以前的FSI 我現在加了你一半 好明白嗎 你那個 你的Parking 那個Racial 那個Requirement 因為有Viva的 我又減你多少 那你就有數計 都是純粹計劃 然後 然後 那些Sign Middle 小的Masa 就是用 靠靠靠的路跟 它怎樣去 服用到那些人的Purpose 可以嗎 大有大玩 小有小玩 不過最重要就是 油 因為那個政府 政府跟其他 就是 你說話 很多人說 可以 買起一些地的 那我們知道 我們政府是沒有什麼 這樣的錢 那你怎麼可以去收購 除非我說 OK 你看 你那間屋 你要捐回阿公 這樣 我就違反了你的人權 那又不行 在這裡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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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可以這樣做 那我唯一 我又沒有錢 又不可以這樣去 去 採取你的地 那又會 是很大 那我就 列明那個遊戲規則 做一些發展 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這樣 這種政策 其實可以針對性 是 引用在很多不同的區域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你說 我們多人多 大多人多 其實我們那個 infrastructure 其實都算是幾完善的 OK 雖然說 不是很 好 好像香港 那麼厲害的 但是叫做 有些修圍 然後 又有 我們有 高 有修圍 我們又有 VivaBus VivaBus 就好 就要有 某段路程 就令到我的 旅程 是會 差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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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準 我們說完 Downtown 說了Mittown Mittown 可能有 potential Mittown Long Ellington 也有 Density 那其實 Uptown 有沒有Uptown 我們不是說 有個機場 是不是 機場 在Allen Road 的西北面 就是那個 以前那個 Downtsville 的機場 Downtsville 那個機場 民用的機場 是Canadian Air Force 那個 的訓練 大不大 大不大 有沒有 就是Markham 那麼大 Buttonville 那個 我不記得了 150 acres 差不多 差不多 150個 acres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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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已經有 那個資料 已經在 那些網絡線 過了 所以就是說 那個機場一停用之後 就有很多 大的開設者 已經是 好像有一個 聯合圈 進去那裏 做個應用 過什麼 Joseph 他是插邊移過 170個 170個 是整個 Waun Metroboralitan Center 放嗎 不是 Waun 400 400 OK 整個VMC 是400 這樣 但是應該都可以 做到 10,000 人 如果 是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的 那 阿拉夫 你起多高 因為那裏不是 那裏 左右隔壁 那裏都是二十多層 我記得 是嗎 隔壁二十多層 這裏是四五十層 我想都不用想 因為以前有個機場 它是 有個高度 有個限制的 因為在那個 飛行路上 有個飛行路上 就好像十六層高 那我那時候做的 project都是只有十六層高 那是 沒有了 就當然是 會 會 一個很大的 改動 那其實那裏 CrateTO 有很多 housing initiatives 都會 推動在那裏 因為那裏起碼 叫做 有地鐵 那裏 又有購物 然後 又挨近 primary 的employment 這樣 你叫做 近 highway 400那個 employment corridor 那 along highway 401 又有很多 的廠 那 其實那個 就有機會是OK的 又近 又近 Yorkdelmore 啊 Yorkdelmore 這樣住的那裏 都未必會天天走去Yorkdelmore 去逃 不過 就是 絕對其實是一個 一個 好的發展空間 OK 其實你看一下 Pearson Airport 其實Pearson Airport 是一個很大的就業 的large employer 來的 是啊 這樣無論你是做 transmitment 在那裏 都是會 聘請很多人 那其實有很多人以前在 Airport那裏 上班 就會在 Etopic那裏 那裏住的 OK 即是在那個 Finch 在 Subway 尾那裏 OK 他們都已經省些錢 就不住 Subway on Subway 在近巴士 然後坐巴士進去 OK 那是最便宜的 然後現在有了那個 Union Pearson Express 那裏 都不會坐 因為那裏都是太貴的 太貴的 坐巴士 是的 巴士最省錢的 那 或者你在另外那裏 然後現在 Danceville 他們那裏 整個 就是你 百多個acres 是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 是一個新的城市 那裏 這裏直接做過 叫做Murrayland regeneration land use 意思是 re-vitalization 即是 每次你看到 regeneration 都是一個老化的區 他們要重新 要刺激經濟 刺激 那個土地使用 令到會更加 一個改造的 這樣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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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這樣的空間 是有這樣的需要 在裏 那又這麼近 失圍 所以其實 就是 這個應該是重點發展的 是啊 是啊 其實你看回他們那個 Vaunt 那個 University Spedina 那個廣告 那為什麼政府 就是 投放那些錢 去extend 去連接 去到Vaunt 那裏呢 就是因為你看回他們那條路線 沿著那條路線 有很多這種 有Danceville 你再以北那裏呢 那裏呢 有很多industrial land 的 還有 還有Jork University 是吧 這樣 Jork University 就已經要發展得七七八八 這樣 不過沿著那裏呢 有很多大的地皮 那大的地皮 那個特色呢 就是 我很容易 或者我要收地 我要去改用途 是最容易的 因為你想一下 我們現在 就是 拆開話題 就說 喔 那個 音階的廣告 走上去 Richard Hill 這樣 說就很宏偉 不過你想一下 要徵修一些地 那時候呢 我怎麼徵修呢 沒有徵修 看看有沒有 就是 real estate.ca 有沒有地拿出來賣 如果你走去 重建一個區 你好像九龍機場 那樣重建 我記得有個朋友 爸爸搞了差不多一個 就是 二十年的全職業 喂 絕對是 還有 就是說 你說 香港 重建都說 有一個 落釘 起釘 的政策 起碼是規則 知道 OK 我收到多少 我就可以馬上做重建 那我最多是 高貨 我收到八成九成 這樣就OK 那所以那時候 有一個很鮮明的遊戲 有很鮮明的目標 我 就是以前那些說 做落釘 然後拆釘 那些人 都找到食 總之你告訴我 你去規則 那我就去做 不過 你說那個因 那個extension 我有了條線 那我怎樣去拿那些地 全部那些都是有錢區 貴區 我不是賣的 不是錢的問題 我不是賣的 不是啊 因為他們有錢 我就有能力 我去打官司 窮人 怎麼可以去打官司 還有他未必在乎 就是 我在這裡住 為什麼要賣呢 我 我想著去永久 我幾代都可以的 那 我請一個律師 不夠 我請兩個律師 我有的時間 我有的時間 你作為政府的 你就一定會吃虧的 你肯不肯 你會不會這樣去惹 我惹一家就可以 整村人都是這樣 都是同一個 所以我們的制度是 制度是有少少困難的 尤其是 Public consultation 這麼多b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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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有些問題 絕對有挑戰 那所以就是 你看到那個 Universal Land Line 剛才說的 Universal Land Line 他那個優勢好 就是因為他選擇 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已經看到 OK 我這裡是 物超所值 我真的可以帶動到的 OK 這個就是 大概20年前 那個 Spaces to Grow 那裡已經定了 是這樣的 然後現在新一代 或者就說 OK我現在是 向那個西面 東面 那個發展 那這個又是 另一個 新的里程碑 然後 我們現在 今晚所說的 我們現在再新的 希望 在我們可以看到的 時間之中 就可以政府 就會說 OK我真的想 改一個優惠規則 令到是 more inclusive 更多 的中小型的發展商 都可以參與 去重建 整個社區 按照 基建 已經是 做了 然後 去下一步 我怎樣去 駁下去 這個 infrastructure 這樣 是 物盡其用 好 其實今晚時間 差不多了 Joseph 不如 講到這裡 好嗎 好 好 可憐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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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感谢观看